提起欧洲的贵族,在人们当中的印象就是高贵优雅,是权力的象征,然而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实际上的情况却是贵妇群中如厕,街上粪便满天,甚至没有立足之处,英国作家埃利诺·赫尔曼曾对欧洲的皇室成员做过评价,粪便和尿液无处不在,一些朝臣懒得去找尿壶,通常在楼梯,走廊和壁炉旁脱下裤子,十四世纪中夜时,欧洲人都特别反感,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厌恶洗澡,在当时的欧洲,其卫生的脏万差的程度更是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是现在一些经济生活条件比较落后的区域,当时的欧洲都比不上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由于受到黑死病的影响,那时候的欧洲人是极度反感洗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能够阻止黑死病传播的有效途径就是隔绝肌肤与空气进行接触, 而这只有两种方法,一是穿着厚实的衣服,因为这些厚重的衣服不透气的缘故,可以有效地避免四周的空气与人体肌肤进行直接接触, 二是人身上因为不洗澡而产生的污垢,可以用来充当了人体防火墙的功效。 隔绝病原,在当时这两种方法直接表现在人体身上就是不洗澡,于是不洗澡便成为了欧洲人保命的圣旨,尤其是对于贵族人士来说更是推崇。 而香水就是当时为了掩盖因为长时间不洗澡产生的气味而衍生出来的产物,君主路易十四,因为极其惧怕黑死病,所以在他一生当中很少洗澡。 长期不洗澡就导致他的身上总是时不时地散发着一种恶臭,而为了能够掩盖这种臭味,他要求工匠为他研制一种带着香味的水, 这就是香水产生的由来。 不仅如此,当时欧洲统治阶级更是严厉告诫人们洗澡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洗澡有极大的可能会导致身体感染病毒,危害健康。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是宗教统治时期,在他们看来,洗澡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甚至还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一种极其不尊重的行为,只有不洗澡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伊莎贝拉一世甚至还曾经向世人宣称,她一生当中只洗过一次澡,但是并不能否认的是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依旧有爱干净洗澡的贵族,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甚至因为她每个月洗一次澡的奢侈行为遭到了她的子民的强烈反对,在他们心中,女王每个月洗一次澡的举动就已经是特别不得了的事情,这种奢侈的行为不值得提倡,要受到谴责, 因此这个时期的欧洲从民间到富丽堂皇的皇宫都弥漫着一种奇臭无比的味道,导致这个结果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当时的欧洲人并没有养成洗澡这个习惯。 普通人尚且不说,很多贵族一生中也不见得会洗一次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粪便是作为灌溉农作物的营养物的存在,然而中世纪的欧洲仅仅是将其看作排泄物, 那个时期的欧洲人上厕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家里准备一个木桶,然后人们将排泄物放到木桶里,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随地大小便, 第二种方法也就导致了大街上遍地都是粪便的现象,当时的普通人如厕,大多数时候都是找个比较隐秘的角落随处大小便,而贵族基本上都有桶或盆的存在。 有条件的贵妇会让仆人在群装下放一个桶或者盆盛装排泄物,如果没条件的话,没办法只能直接在群中进行如厕,最后再让仆人进行收拾,对于这些排泄物的处理方式,他们会通过在楼上先大喊三声警告行人, 随后就可以从楼上往下倾倒排泄物了,当时的河道也难以幸免。 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城中并没有修建地下通道和划分池,人们为了处理日常的排泄物,他们便会将粪便随意堆在一旁或者集中排入河中,对此,欧洲的统治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排泄物堵住了城墙内外的连接通道,为城堡提供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而这种生活方式却让欧洲街道充满排泄物,下雨时,泥泞的路面和排泄物混杂在一起,一脚下去甚至整个脚背都被淹没了。 所以,除了香水,路易十四还创造了直到现在都风靡全球的高跟鞋,就是为了防止踩到地上的粪便,这种情况,一直直到凡尔赛宫初见之时都仍然存在,唯一存在如此的道具仍然是马桶,路易十四就经常采取搬家的方式,从罗浮宫到凡尔赛宫轮回住来解决排泄物的问题。 这也就导致初期的凡尔赛宫是里悦与屎尿病存,优雅与肮脏同行的存在,然而当时并不是没有爱干净的人的存在,亨利八世国王就是那个爱干净的贵族,他为了阻止随地大小变现象的发生,甚至特意在墙壁上打了一个红叉一次警告,不过即使这样做,也阻止不了官员们在墙上撒尿的举动。 洁癖的他甚至还拥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厕所系统,每次如厕完用水冲马桶,为了能够冲洗马桶,他试图通过让仆人用尿来清洗马桶,然而最终却是造成臭味弥漫他整个宫殿,导致最后用香料进行遮掩,鼻子上也是时常挂着香囊,彬彬有礼的贵族,谦虚谨慎的英国绅士,又有谁能够想到在欧洲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这样一段优雅与肮脏并存的时期呢? 当然,这段历史时期所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巨大,像一次就可以带走数万人生命的黑死病,就是因为欧洲人极度不爱干净的前提下流行的。 毕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黑死病病人的屎尿也会随意泼在街上的环境中,疾病更是随之流行开来,而欧洲人彻底变干净,要一直推后到18世纪至19世纪。 随着科学和生产力的进步,欧洲人的卫生意识开始增强,城市才逐渐有了排污和下水道的设计,卫生情况才有所改善,自古乱世出英雄。 女中豪杰也是如此,在封建社会脱离困幼,将思想付诸于行动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只有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并勇于突破的人才能够做到,秋锦就是这样的人。 她能够从封建社会中出来,又将理想践行一生,她的生命虽如流水般快速且短暂,但她的所作所为仍留在多数人的心中,对她的子女更是如此,即使秋锦的下场并不妥善,她的尸体无人能够体面收复,她的子女也只能在他人的收养下长大成人,所幸儿女都能够如同母亲有所成就。 儿子在后来更是成为了湖南的富豪,秋锦是在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中成长,她并没有过上漂泊不定的生活,按理说她应当成为那千千万万个富家小姐中的一员。 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最后相夫教子就这样度过一生,但对她来说思想是自由的,当她接触到那些带有英雄色彩的女性角色,她知道她非常向往,且渴望成为这样的女英雄,与后来不同的是她还没有真正接触到自己的毕生追求。 在大时代的束缚下,她仍然听从家人的安排在1896年结了婚,即使她心有洪湖,但在那个时代,那个年纪她还只是一个即将嫁人的少女,秋锦嫁得人名为王廷军,比起秋锦她更是出身传统思想也传统,并且还在清朝担任官员。 可想而知,两人从思想的根本上就有着实质上的差别,秋锦为王廷军生下一儿一女,起初当他们的儿子王元德诞生在这个世界后,他们的相处达到极为融洽的处境,于秋锦是儿子的本身,而对于王廷军是新增的家庭一元式南海,在一段相敬如宾的相处后,在1990年,由于王廷军屡次考不中名次而放弃继续学业,借由关系上下打听,才能有个一官半职。 之后,王廷军与家人一同奔赴北京,在更加繁荣交错的大环境中,通常人们在出林时,有两种可能的表现。 第一种是在事故中仍保持着初心,不忘根本,而第二种则是迷失在醉生梦死之中,看不清时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会是第一种,大多数普通人在冲撞繁荣的猛烈中顿然脱离方向,王廷军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他并没有在应酬中保持自我, 而是在旁人的窜夺中加入玩乐,起初他们只是接受外洋文化的到来,出身封建的他们并不排斥,反而欣然接受,甚至愿意学习。 而在得知邱锦生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儿后,他的行为却是放纵非常,随着王廷军有加不回次数的增加,这场埋伏在表面下的波涛汹涌愈发激烈, 他们都在沉默中默认,没有人挑明,也没有克制这种行为,直到邱锦在有人吴知音的启发后才明白,等待丈夫归来不是唯一的结局,要懂得反抗与自我,只有脱离这种状态才能够摆脱现状,吴知音对于邱锦而言是思想的启蒙者, 他的到来将他也带入到另一种世界中,这个世界有男女平等和自由思想,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也是从这时才知道,原来他原先向往成为的女英雄并不是现在的社会最缺少的, 这个时代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带领女子脱离被压迫局面的女性代表,或许是为了反抗丈夫,也或许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邱锦开始有了新的生活, 他逐渐不在意地晚归,甚至自己也去寻求外界的平等,两个的矛盾最终在王廷军的出手中爆发,王廷军看不过妻子的行为举止, 认为他这样做有辱门面,也正是王廷军对邱锦的暴打将两人的情分彻底断了。 在1904年邱锦独自前去日本,那个据说是更加弥漫新思想的地方,当时还有许多文人都在日本留学,包括鲁迅等人,邱锦与丈夫的分道扬镳,从一开始就注定, 但他留下的一对儿女才是父母婚姻的受害者,由于母亲寻求自由的奔赴,导致他们在没有母亲的陪伴下度过童年, 儿子王元德的处境还算好,他仍然受到家族的重视,物质上的需求也从不缺乏, 但女儿王灿芝的地位比较尴尬,身为女孩不受家人重视,并且也没有母亲的教导,只能寄人篱下。 她的父亲也同样并没有对她多加关照,反而对她不理不睬,在没有人的庇护下她只能活得小心翼翼, 终日看人的脸色过日子,邱锦在日本慢慢地实现自己的抱负,她的思想先进, 行为在冲破束缚后,好似锋利的宝剑刚出翘一般,引领着同样不甘的女性站起身呐喊自由, 她将这一切作为自己的重任,1906年邱锦重新回到那个满是封建的家庭, 她的到来并非是想要与丈夫重归于好,而是想要离婚,彻底将羁绊切断, 而王婷军却并不同意,认为与传统不符。 两人再次分道扬镳,邱锦独自声明与丈夫的家庭分割,并且表示不会再有任何的关系, 然后她继续投奔到事业中,在1907年她创办的《中国女报》问世, 她的举动无异于在当时女子地位低微的处境下投入一颗雷, 两种不同的声音共同反响,她是新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女性, 同时也是传统思想的谋逆派,在同年的7月6日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所逮捕, 她并没有打算逃跑,而是淡定自若地将双手奉上, 因为她知道在她所坚持的道路上牺牲是必不可少的, 她决定成为先行者,1907年7月13日她踏入了刑场, 走到了她生命中32个岁月的尽头, 在被施展各项残忍的形势后被势众斩首, 幸好她的家人早就断绝关系,不受她的牵连, 众人散去后,她的尸体没有人能够收回, 在日光的照耀下发烂腐臭, 她的家人不敢,但无知应感, 也是她让丘锦最终有了归处, 王廷军不久后也撒手人间, 而丘锦的儿子王元德在母亲的启发下寻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同样也没有受到生活环境的局限, 积极地加入反抗事业并结识志同道合的好友, 王元德领悟到经济的重要性, 认识到经济决定上层建筑, 但她并非是继承那些陈旧的产业, 而是从兴起的电灯行业等入手, 最终成为了富甲一方的湖南富豪, 王灿之在寄人篱下后虽然不受重视, 但也同样继承母亲的一波, 最后成功完成学业并取得一定成就, 还在航空事业中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飞行员, 被世人称为东方女飞驾, 就仅是她儿女的启发者。 短暂的生命并没有抑制她贡献的伟大性, 她的儿女同样也是下一代的接活人, 当年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复辟后, 废除了弟弟朱祁玉的帝号, 将她降为成王, 成化十一年,彭时病逝, 商路接任首府, 方间有很多人为朱祁玉名不平, 商路建议朱祁镇恢复朱祁玉的皇帝封号, 朱祁镇非常犹豫, 后来商路再三建言, 朱祁镇遂昭告天下, 承认叔叔朱祁玉是大明朝的第七位帝王, 并为朱祁玉追世为工人康定景皇帝, 另外, 在彭时去世之后, 万安、 刘吉等纸胡阁老人进入内阁。 再加上朱祁镇设立西厂, 宠幸宦官汪旨, 商路虽然身为首府, 但独目难知, 在这期间, 他主持赈灾, 减免税负, 阻止公布到四川伐木建造宫殿, 做了一系列力所能及之事, 成化十三年, 汪旨大兴牢狱, 商路列出汪旨的十一条罪状, 坚决反对汪旨, 可明宪宗朱建身却对汪旨百般袒护, 商路心灰意冷, 于当年提出之事, 朱建身没有挽留商路, 派一车送商路回乡, 十年, 商路六十四岁, 明史云, 是大夫一俯首是职, 吴敢与抗者以商路走了之后, 再无人反抗汪旨, 成化朝的后半段, 进入晦暗阶段, 回乡后的商路, 不再过问朝堂之事, 专心在家整理自己的书稿, 多年都未曾出门, 他的子孙受他的教诲, 都遵纪守法, 和睦相礼, 商路告老还乡后, 在淳安生活了十年, 期间, 内阁赐府刘吉曾来看望他, 看到商路子孙满堂, 非常感慨, 这便是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成化二十三年, 商路病逝于家乡, 享年七十三岁, 朱建森为他辍朝一日, 嗜好文艺, 明史云, 有明贤载府, 自三阳外, 前有彭, 商, 后称刘, 谢, 明史认为, 明朝内阁宰相, 除了开创仁宣之志的三阳之外, 也就四个比较贤明的载府, 其中就包括彭时和商路, 在笔者看来, 商路作为三元吉地, 很早便进入内阁, 他历经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四朝, 在景泰朝入阁八年, 在成化朝入阁十一年, 十九年的宰相生涯, 他的经历极为丰富, 虽然历经风波, 虽然他曾被贬为庶人, 但他仍有一颗赤子之心, 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 他都能坚守大义, 为民请命, 不失为一位好宰相, 孟子云,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商路的三元吉地身份不值得骄傲, 但是, 他的杰出的能力, 正直的本心和高尚的修养, 值得他骄傲千年, 在笔者心目中, 正经是个复杂的人物, 首先, 他作为正成功的嫡长子, 他本是正成功培养的继承人, 可是, 他不顾伦理, 思同弟弟的儒母, 其次, 为了稳固权力, 他用血腥手段屠杀书柏, 最后, 带到人生的最后, 他因为受挫而一绝不振,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 气血未定, 戒之在色, 集齐壮也, 血齐方刚, 戒之在斗, 集齐老也, 血齐济衰, 戒之在德, 正经少年未戒色, 壮年未戒试杀, 人生的最后, 有患德患失, 孔子所谓的三戒, 正经一个都没有做到, 但是, 在博士君心目中, 正经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小结上问题很大, 但却一直坚守民族大义, 他虽然抗拒清朝, 但却一直在谋求复国, 他虽然和外仪通商, 但却坚持中华本心, 正经经营台湾二十年, 坚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正义立场, 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 和荷兰殖民者的侵略, 这样的人, 不能被后世一棍子打死, 历史是辩证的, 当代毒使人, 当以正经之师为戒, 以正经之大义为武, 爱我中华, 护我国土, 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民族复兴,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